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1A Diary 这里耶诞节啊 剩下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通常到耶诞节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项商品出现 那就是耶诞倒数日历 我们通常看到耶诞倒数日历啊 都会是在一些精品啊 或是彩妆这种品牌出现 不过今天 我们来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 哈利波特的耶诞倒数日历 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壳啊 这一款是76404 非常有耶诞感的氛围 打开之后啊 可以看到倒数日历的戳戳乐 底下是这一款桌游的游戏空间 看起来就像是哈利波特里面的厨丝盆一样 两边还有8种颜色的棋盘位 分别代表了8集电影主题 好我们依照日期 来带各位回忆一下哈利波特系列的 有趣场景吧 首先是第1集 生命的魔法石 1号 欸这是什么 感觉像是有一个石墙 立体窗户的地方 那经过一番查证啊 很有可能是斜角上的场景 如果各位有其他的idea 可欢迎告诉我们哦 2号 哦一眼就认出的傀递奇球门呢 非常之可爱 如果有放大版的场景啊 就可以做比赛了 3号 3号 哦 第1个角色果然是主角哈利耶 化身成乐的样子的他们啊 真的超级可爱 OK 接下来是第2集 消失的密室 4号 简易版的魂冰柳 那上面当然少不了卡住的福特小车车啊 我们之前有组过大的飞天魔法车 这一次啊 这么简单几块小乐高 就可以组成一台小车车 乐高真的是 总能玩出新花样欸 5号 哈利波特第2集的密室 这其中出现了巨大的石雕 还有蛇妖 蛇蛇说小之后啊 看起来有点萌欸 第2个角色竟然是爱哭鬼麦朵 不过啊 我组到第2只人物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角色都是有说命的头欸 所以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情绪 进入到第3集 阿斯卡般的逃犯 这边是骑士公车和街灯 几层紫色和透明乐高堆叠 就成为这一台小小台的公车 这一组是植物和催狂魔 我第一次看到啊 这么秀珍的催狂魔 还可以随着树叶摇曳 看起来有点可爱 第3只人物 天狼星布莱克 手上还拿着阿斯卡般的囚犯式别牌 穿着奔放的花衬衫 小细节有够精致的 好 我们进入到第4集 火杯的考验啦 10号 这里有超级萌的火杯和姓名羊皮纸 是烧到一半的哈利波特名字 火杯吐出了哈利名条的场景 就是这个样子 对应前一号是火杯啊 那这一个或许是最后的港口药奖杯 场景是历历在目耶 哦 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男人 虽然说涂上面有黑黑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放头发比较习惯 脸色惨白 头顶光光的 才是我们熟悉的老佛 OK 接下来是凤凰会的命令 这个感觉像是魔法部的广场 那这边站的人或许是他们广场的雕像哦 14号 这个场景也同样有点难猜 我推测有可能是天狼星掉进神秘部门的那个门吧 如果您有灵感的话 都来猜猜看吧 15号 看头发就知道是小金女东师 衣服背面也是有设计的 整体就是一个朝美 下一个系列是混血王子的背叛 16号 哦 这个是假装成沙发的史达公教授耶 太可爱了啦 17号 这个装了水的盆子 这个装了水的盆子 看起来可能是厨丝盆 也很有可能是在寻找分离体的时候 邓木利多和哈利 在岩洞里面找到的那个盆子 18号 十妹普教授 在我后来知道她是艾莉莉之后啊 就觉得她是整部作品里面最迷人的角色 接下来是最后的高潮 死神的圣物1 19号 哦 非常沙发的海格机车 想到这也是天狼身的遗物 有一阵心酸的感觉 20号 这个奇妙设计的屋子啊 想必都是卫斯里一家的洞穴屋了 虽然拥挤 但是十分的温馨 21号 是黑妹 跟这个桌游的主要道具手陀螺 那具体要怎么玩耍呢 我们后面再来详细的说明 好啦 进入到倒数三天 最后一个阶段 死神的圣物2 22号 这个场景 推测应该是古灵格上方 站着一条龙 虽然这个不太好猜 不过真的是很精致耶 23号 倒数第二格 是霍格华兹特快车和车站 我知道乐高啊 有出大款的特快车 没有想到袖珍款也这么可爱耶 24号 最后一天了 在平安夜会有什么样的小惊喜呢 是非常勇敢拿着宝剑的奈威 在最后的大战里面啊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对抗老佛的人 那个场面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 展现出葛来芬多应该有的勇气 那开完之后 我们来实际看看怎么玩吧 第一步 把24个小物放到中间的区域 第二步 使用陀螺来决定玩家的行动 这个加是哪一个模型 剑 就要回一个模型 蛇 从对方玩家偷走一个模型 那接下来 谁先可以获得八集电影各一个的模型 就可以获胜啦 这技能在搜集的过程中 回忆哈利波特系列的场景 搜集完之后 还可以简单进行互动游戏 跟着我们非常喜欢的魔法世界 一起倒数耶诞节 真的是太幸福了 哈利波特的耶诞倒数日历 哈利波特的耶诞倒数日历 我刚刚关键卡了一瞬了 嗯哼 哼 哼